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耳蟹 好久不见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EQ84这本书 2010年五亚村上春树在接受新潮社总编松家认知采访时说 这个故事设定在1984年当然是因为乔治·奥威尔的1984 起初是打算写一部名为1985的小说 是1984第二年的故事 不过1984电影版的导演迈克尔·莱德夫来日本时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他说这有点不妥吧 安东尼·伯基斯已经写过了 我想着这可不妙 左思右想 结果想到了1984这个题目 我写小说时有先从题目开始的情况 也有后来为题目煞费苦心的情况 而这部小说完全是从题目开始的 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的 1984为题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这就是1984书名的由来啊 在日语中啊 Q和9是同音的 村上最终以如此巧妙的方式 完成了对奥威尔的致敬 另外就是Q还有Question的意思 代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啊 青豆他身处的正是这样一个 充满疑问的新世界 因此从书名来看啊 真的可以说是一与双关的 不仅仅只是书名上与1984相似啊 在主题上也有共通之处啊 1984描写了发生在未来 极权主义全面垄测效的恐怖社会 独裁者采用暴力与思想控制 将人们禁锢在封闭窒息的社会之中 那些想要逃离这个社会 寻找出口的人最终面对的只有死亡 这种有组织有结构的极权体制 是极其暴力与恐怖的 关于体制村上春树曾在高墙与鸡蛋这篇营养中提到过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 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 我是你们也是 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至于每个人的坚硬的高墙 高墙有个名称叫做体制 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 而他有时候却自行歧视的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 冷酷的高效的而且系统性的 个人与体制的对立相克始终是村上春树文学的重要议题 体制不能没有 但在很多层面上他将人变成非人 而EQ84也是一部关于体制的小说 在这本书中村上从家庭公司与宗教三个维度 诠释了这种封闭结构的暴力性与破坏性 首先我们先从家庭开始聊吧 我们常说家是温暖的港湾 在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给予了我们无法衡量的爱与幸福 在他们的庇护下 我们不受伤害无忧无虑的长大 大多数人都会将这点视为共识 但村上却有另外的看法 他觉得一个人无论是谁 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 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受到过家庭的伤害 只是我们未曾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这里所说的伤害并不是指父母离异 虐待或者说是抛弃这种明显和感知的东西 而是指浅藏在爱的阴影之下 无法分辨与判断的部分 它让我们在无意识中经历丧失和受损 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知识的传授 村上称述曾说 就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 营造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 因此知识也变得更为复杂 但是知识的传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将回路封闭起来 上面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让我们看看一颗八字中出场的所有人物吧 这里边的人物啊 童年大都遭遇过暴力或者说伤害 而造成这一点的恰恰就是因为家庭 比如说青豆的父母就是基督教分支证人会的狂热信徒 热衷宣扬末世理论 积极进行传教活动 对圣经上面所写的 忠实的按照字面意思实行 比如说他们完全不赞成书写 青豆的父母将自己所掌握的宗教知识 一股脑子全部传授给了青豆 当时的青豆还是小孩子啊 他完全没有分辨判断的能力与自由 他只能无条件的选择接受 我们也都知道啊 就是任何理论与观点 他都应该经得起质疑和讨论 这才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 而青豆的父母却没有这么做 他们也不会去尊重小青豆的任何看法 只会将自己相信的粗暴的告诉青豆 他们这种知识传授的行为 正是将回路完全封闭起来了 没有给予青豆任何出口 青豆说啊 就是拒绝书写这一法则 是证人会的孩子们 最先被牢牢灌输进大脑的东西 与其违背上帝的教会 接受书写坠入地狱 不如保持着干净的躯体和灵魂死去 从而进入天堂乐园 这样要远为幸福 孩子们受的就是这样的教导 没有妥协的余地 不是下地狱就是上天堂 可以选择的路只有一条 孩子们还不具备判断能力 不知道这种法则从一般的社会观念 或科学认识来看是否正确 小孩子对父母传授的知识 只能全部相信 假如我小时候落到必须书写的境地 肯定会听从父母之命拒绝书写 并且一命呜呼 结果被送到天知道是乐园还是什么 总之是莫名其妙的地方吧 天舞的父亲同样也是如此啊 作为NHK的师听收费员 一到星期天他就带着小天舞出去收款 从天舞上修儿园一直持续到小学五年级 除了星期天学校有特别的活动 天舞与父亲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我们站在天舞父亲的角度来看 他将自己对工作的态度 精致的算计学到的体制规则 作为资产与知识全部传授给了天舞 他说知识是宝贵的社会资产 这些资产必须丰富积累 谨慎应用 还必须硕果累累的传给下一代 哪怕是为了这个目的 NHK也需要诸位缴纳师听费 但这个行为却对天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尤其当天舞学会独立思考之后 对于父亲所在的封闭世界 坚信的狭隘规则 以及顽强狭隘的灵会越来越反感 天舞渴望自立与自由 因此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天舞向父亲发表了抗议宣言 他表示自己要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过正常的生活 最后还是在班主任的帮助下 他赢得了谈判的胜利 之后天舞就不再与父亲一起去收拾听费 也迈出了自由的第一步 亚游美同样也是如此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被哥哥和叔叔干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们能够想象得出 他的哥哥与叔叔在说服亚游美的过程中 肯定也采用了类似亲人之间就该这样 或者说这样对你有好处之类的知识与教育 而这些知识与教育 当时的亚游美是无法分辨大人口中所说的 这些知识或者说教育的 于是他只能全盘的接受 但这对亚游美造成的伤害是很深的 不仅导致了他对男人的恐惧 也造成了他的受虐倾向 他的潜意中是渴望受到伤害 而最终小小人也利用了这一点 导致了他产遭被杀害 因此当父母或者是大人们 将他们学习到的真理道理或者规则 传授给子女的过程中 竟然这个行为是无意识的 但却也对孩子们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伤害 这就是知识传授这种封闭性回路的内在含义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暴力 不仅对天舞轻动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 对众多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 同样也是如此 但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批判父母 或者说来否定父母 村上在谈访中说 我并不是在指责父母 父母不过是在做他们能做的事情 无论思考方式还是生活方式 我们都完全不一样 这毫无办法 第二点 公司这种社会体制 同样充满着封闭性与暴力性 村上曾在谈访中提到自己 在写这本书时 到处查找NHK收费员的资料 但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他说 那么庞大的组织 有那么多人在工作 但是实体却没有被曝光过 虽然算不上秘密主义 但也许有一种不希望 把这个实体 公布于众的力量 再发挥作用吧 不过这神秘的面纱 裹得越紧 对我来说就越具有神话色彩 能够看出 现实中的NHK 就是这样一个 存在着封闭性的组织 天武的父亲 就是被公司这种体制 筐死的人 根据他的回忆 在他前往中国之前 他就已经是饥寒交迫 快要被饿死了 为了生计 只能听从 当时日本政府的宣传 加入了满猛开拓团 在蒙古边境的 冰天雪地中艰难的生活 后来日本战败 天武的父亲 就从满洲逃回了日本 回来之后 他也是身无分文 只能做一些杂火 勉强地养活自己 当时有一位官员 知道天武的父亲 是个出口耐劳的人 于是作报 推荐他成为了 NHK的临时收费员 于是他就 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的工作 由于业绩优秀 工作态度认真 他便被录用成为了 正式员工 之后他就几十年 如一日地工作收款 这个结局 用天武的话说就是 成为NHK收款员 是最终的完美结局 天武的父亲 作为一个 曾经生活在 社会最底层的人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在社会 这个金字塔的结构中 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书中也描写了 他的这种状态 他为自己 隶属于一个 巨大的组织而满足 无论如何 他终于在图腾柱的 最底端 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虽然说 作为NHK的收款员 让他找到了 社会归属感 但却也让他 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因为体制注定 要将人性中的某些部分 彻底地打碎与磨平 深处组织之中 会逐渐地 丧失自由与主体性 最终变为 失去色彩的人 天武反复地提及 他的父亲 在成为NHK收费员之前 他父亲的人生 是丰富多彩的 他的父亲 在讲述自己 这段经历的时候 既有欢快的故事 也有悲深的故事 还有粗暴的场面 总体来说 细节是栩栩如生 叙述富有色彩的 书中说 如果人生可以用 意识和其余的 多彩程度来计量 他的人生 也许称得上相当丰富 但一说到 被录用为 NHK正式职员后的情形 不知为何 父亲的故事 就陡然失去了 色彩和现实感 他的讲述 缺少细节 智力破碎 仿佛这对他来说 是不值一提的 事后余谈 对于天武的父亲来说 按时工作 每天收款 成为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他不看书 不定报纸 对音乐和电影 也不感兴趣 甚至从未出去旅行过 天武在他身上 找不到任何求主意 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只有自己负责的 那条收款线路 天武的父亲 全都在他自己的 狭隘世界里 严守狭隘的规则 辛苦度日 至死不休 即使他在 辽阳亚昏睡时 依旧无法改变 自己的行为 当时他的灵魂 脱鞘而出 频繁地敲响 青豆天武和牛和 三个人的房门 并在走栏里 大声地喊叫 试图逼迫他们 出门来交费 即使他昏迷不醒 还是在固执地 履行自己的职责 当时负责照看的 护士就告诉天武 他就说 昏睡时 他的父亲 手臂搭搭在床边 经常敲打床框 搭搭搭搭 就像发送摩斯电码似的 天武听到这件事之后 就立刻意识到 他的父亲是在收款 于是他就对父亲说 我只有一个请求 请你不要再去敲门了 我家里没有电视 而且我们一起 去收费的日子 早在许久以前 就结束了 所以请你不要再敲门了 不只是我家 不管是谁家 请你都不要再敲了 你已经不再是NHK的收款员 没有权利在做这种事了 吓唬别人 甚至他的父亲 在林珠时留下离言 说要穿着NHK的制服火化 由此可见 社会体制对天武父亲的 影响之深 而NHK这种体制 本质上是国家体制的 集中体现 小说中曾提到过 这样一件事 在这一年年初 发生了自民党恒加指责 NHK的洛克希德 贿赂事件报道特辑 逼迫其更改内容的事件 NHK在播放前 向几位执政党的政治家 详细说明了节目内容 毕恭毕敬的请示 内容既是这样 是否可以播放 令人震惊的是 这居然是习以为常的 例行公事 NHK的预算 必须经过国会批准 尚曾害怕得罪 执政党和政府 而遭到报复 执政长内也存在 认为NHK 不过是自己的宣传机关的想法 这样的内幕被揭露出来 众多国民当然开始 对NHK节目的独立性于 政治公正性失去信任 拒付收拾费的运动 也势头大涨 从这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NHK本质上 就是国家体制的宣传工具 而天武父亲在昏睡时 不断敲打青斗天武与牛河 这三个人的房门 其实也隐喻着 就是任何人 都无法摆脱体制的影响 即使是那些 想要逃离社会体制 藏在无人知晓角落的人 体制的触手 也总能触及 并强迫他们加入 他将每个人 纳入到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体制不允许特立独行 不认可恶人的 任何思想与决断 还有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国家体制 不只是影响我们普通人 甚至也给了 邪教组织的灵感 比如麻原张皇的 奥姆真理像 这个宗教组织 内部的结构与体系 正是仿照日本政府 来创办的 比如它内部 有科学技术省 有邮政省 有商务省 防卫厅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说第三点 宗教组织的封闭性 村上认为 体制还应该包括 原教旨主义 他说人一旦 卷入原教旨主义 就会失去 灵魂柔软的部分 放弃自身 理养感受和思考的努力 而盲目听命于 教旨及其原则 因为这样活得轻松 不会困惑 也不会受损 他们把灵魂 交给了体制 奥姆真理教 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策划的 东京地铁 沙林毒气事件 就是例证 我在前几期视频中 也反复提到了这件事 如果大家还是 想要深入的理解 这起暴力事件 建议还是读下 村上所写的 两部技术文学作品 《地下一》 以及《地下二》 应许之地 这两本书 从毒气受害者 与奥姆真理教 成员两个角度 讲述了事件 对人们的不同影响 这起事件之后 村上也一直关注 该起事件的 发展与走向 他自己也亲自 到东京地方法院 和高等法院旁听 对奥姆真理教 头目的审判 他自己也记录下了 好几本审判记录 他在旁听 对林泰莲的审判之后 他觉得这些 不要暗犯 也是邪教教育的受害者 他说 暗犯们当然是 是害者 尽管如此 我在心底 还是觉得 他们也是忌惮 也是原教旨主义的牺牲者 我感到 怒不可的 教之个人 针对的更是体制 那么宗教 这种封闭体制 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呢 村上春书 在与松家认知的 访凡中 深入的谈到了这一点 我就全文摘落在这里 下面这段话 真的是非常的长 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也请大家耐心的看完吧 相信读完这段话之后 大家对宗教的封闭式线路 会有更深的理解 无论什么样的体制 对个体所做的决断 几乎都不认可 比如麻原 当他要将某种东西 强加于教团成员之时 首先得把他们训练的 不会自己做判断 他们称之为绝对皈依 我称之为封闭式线路 把回路封闭起来 不允许出轨 只能按照上面决定的方向 像老鼠一样仓皇奔跑 于是人们被剥夺了方向感 被赶入了 连强迫他们的力量 是善是恶 都判断不了的境地 如果是开放式回路 在一定程度上 做出个人判断是可能的 但在封闭的回路中 便不可能了 有人说 命令你散布 杀林毒气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不吗 你拿着毒气的口袋 逃跑不就得了 但是一旦进入了 这个封闭式线路 这种事就基本不可能发生 而在法律上 这种行为必须被裁定为犯罪 从量刑角度 必须被判处死刑 这种恐惧感 我在法庭上深有体会 要说麻原是从哪里 学到这一体制呢 那便是国家权利 纳粹通过彻底的思想灌输 封闭的回路 将虐杀优太人的命令 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艾西曼这个人 本身无所谓上恶吧 他只是个能干的官僚 非常有下而巧妙地 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 对他来说 没有标准 也不曾打算判断命令 本身是善是恶 所以他战后被捕 在以色列被判处死刑的时候 他根本无法理解 这一判决的意义 我看了好几部纪录片 发现他完全理解不了 自己为什么会判死刑 这样一种思想的封闭性 试想一下的确很恐怖 尤其是在现今 信息泛滥的网络社会里 甚至连强加给自己的是什么 也渐渐变得毫不知情了 以为是自发行为 而实际上很可能是 无意识地受到了 信息的强制 为了将这种内在的 精神性的危险 与恐怖展现出来 村上在EQ84中 提到了两个宗教 一个是证人会 一个是仙区社 证人会就是前面提到的 青豆父母所信仰的那个 青豆不愿意接受 这份强加的信仰 因为这会让自己周围的事业 彻底被封闭起来 当时的他 其实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在邪校里面 就像隐心人一样 谁也不跟他说话 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夜 他当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他始终怀抱着 破门而出的迫切意识 直到十岁的时候 天舞拉了他的手 只让他下定决心逃离 最终以父母与家庭彻底决裂 打开门走到了外面的世界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与判断事物 他彻底重塑了自己 相信用自己的逻辑 构建出来的世界 青豆的故事 就是从封闭式线路 走向开放式线路的过程 但这里边有一个关键器 就是十岁时 与天舞手牵手 或许小伙们会疑问 只是这么简单的握一下手 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吗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村上则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他说 我们骨子里有确凿的 不会轻易冷却的温暖 具有物理性的质感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牵手这一举动 登场人物可能在相互确认 这一质感 在试探重心之所在 这种质感 低到了一个人的人格 不管是否肯定这一人格 不管喜欢还是讨厌 它都确实存在 天舞和青豆 因为在十岁的时候 紧紧手拉手 从而获得了内心深处的温暖 这是非常物理性的记忆 而这一温暖的记忆 最终拯救了他们两人 说完了证人会 我们再聊聊先驱公社 这个宗教组织 也是一颗八字着理描写的 它将宗教这种封闭性体制的危险 和恐怖展现的淋漓尽致 先驱公社 原本是一个开放性的团体 他们从农民手中 购得土地 从事农业生产 承认私有产产出入自由 同外界也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但自从教主的女儿身会里 领来了小小人之后 这个组织的性质 彻底发生了改变 它转而实行 彻头彻尾的秘密主义 救助围墙 中断同外界的所有往来 也不允许成员离开 至此 先驱公社沦为了 只有入口 没有出口的封闭性组织 公社成员也将自我整个 托付给了教主编造的 封闭性物语 这个封闭性物语 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思想的封闭性 宗教领袖会反复的 对其成员进行洗脑 让他们完全的接受宗教思想 丧失自我判断力与主体性 它让成员们再也无法接受 其他的思想与可能性 比如在这本书里面 教主强暴了教团内 所有不到十岁的幼女 其理由是为了赋予 他们灵魂的觉醒 这个仪式还必须在 女孩迎来出巢前完成 只有这样尚无辜的少女 才有可能被赋予 最纯粹的灵魂觉醒 而伴随性交产生的 则是剧烈的疼痛 但这却是女孩们 升华与超脱 必须要通过的关后 也就是一夜疼痛 又越沉粹 越接近神 而少女的父母们 不仅对此深信不已 反而主动地将自己的女儿 献祭给教主 这也就导致了 这些少女们的 子宫破损 终身不遇 小说中特别提到了 一个叫一的女孩 她逃出先驱舍之后 就是完全成为了一个空壑人 表情呆滞 无法说话 只能偶尔地说出 小小人这个词 当柳夫人决定 好好照顾她的时候 阿易却莫名其妙地 从监视森严的庇护所中 彻底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 她去了哪里 后来清童在准备 给予教主致命遗迹时 教主给出了回答 说阿易被回收到了母体里 这其实就隐喻了 阿易逃离的失败 她最终也没有 从这个封闭的宗教体制中 走出来 宗教所营造的是一个 不可逾越的精神 或者说思想求隆 人一旦身处其中 想要逃离是无比困难的 对于阿易所遭遇的一切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气愤不已 我们对先驱公社 及其教主所代表的恶 恨之入骨 恨不能自己 亲自走进小说中的世界 将所有坏人开膛坡度 无意识中 我们将阿易等同于受害者 等于无辜 等于正义 我们是站在阿易这一边的 也就是善知此侧 而教主就等同于施害者 就等同于污秽 等于邪恶 他是属于恶之彼策的人 我们从善知此侧出发 将他作为杠杆的支点 而将恶之彼策的行为 和逻辑的扭曲 进行彻底细化的分析 我们认为 彼策的恶是与我们完全无关的 因为我们没有干这件事 也不会干这样的事 但村上春树觉得 这种思考方式极其简单粗暴 这是一种模式化 僵化的思考方式 是传承已久的麻木不仁 那么村上春树是如何认识善业恶呢 他曾说 所谓善恶不是绝对的观念 归根结底是相对的观念 有时还会忽然发生角色互换 所以在分辨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之前 每个人不得不在各自的情形下 辨明强加于我们的东西 究竟是善还是恶 善与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并不是非此几彼 尽未分明 而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这是村上所认识的善恶之间的关系 这种认知也明确的通过教主的嘴说了出来 当青豆准备暗杀教主时 教主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 也没有绝对的恶 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是不断改变所处的场所和立场 一个善在下一瞬间也许就转变成了恶 反之亦然 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卡尔玛作夫兄弟中 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 重要的是要维持转换不停的善与恶之间的平衡 一旦向某一方过度倾斜 就会难以维持现实中的道德 平衡本身就是善 为了保持平衡必须死去 便是基于这样的意义 教主非常坦诚的承认了 自己强暴了包括女儿 身会里在那的多名年近十岁的幼女 但这并不是出于他自愿 而是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发生的 自己不过是小小人的傀儡 或者说是代理人 而小小人是身会里带来的 教主为了培育反小小人的力量 还帮助女儿逃出教团 并使其同天舞合作 通过和谐的小说空气勇 将小小人的真相公布于世 他说 不妨说他们俩制作出了 对抗病毒的抗体 如果把小小人的作用比作病毒 他们就是制作了相应的抗体 散不出去 当然这是站在一方的角度 进行的类比 如果是站在小小人的角度去看 恰恰相反 他们俩就是病毒携带者了 一切事物都向两面对照的镜子 最终教主为了维持善恶平衡 请求青豆杀死自己这个代理人 不过青豆在听完教主的这番 慷慨激昂 真诚坦率的话语之后 他就变得犹豫不定 我相信包括读者在内 对教主的厌恶之情都大大减弱 甚至还有点敬佩 为了维持世界和平而牺牲自己的人 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种感觉呢 林少华先生说 一个坚衣幼女的邪教教主 最后成为了为保持善恶平衡 而主动负责的英雄末路式的人物 对待英雄我们总会惺惺相惜 但这里的逻辑总感觉怪怪的 这里我要插播一下 我个人的想法和意见 只代表我个人 我是这么觉得 就是在我们普罗大众的认知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是大家一致的共识 必须有人为孩子们 所遭遇的事情负责 正义必须得到声张 但村上是认为善恶是一体的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教主在内 教主的行为从出发点来看 是无意识的 甚至是善良的 但是这种安排 却消极了体质之恶 他模糊了善恶之间的界限 我们找不到恶之主体 没有人为女孩子们 所遭遇的事情负责 最终所有人的愤怒 无处发泄 我想这是很多人 读到这里感到异常纠结的原因 村上想表达的善恶观念 我当然是明白的 但是大善与大恶之间 还是有界限的 如果没有界限 那么南京大屠杀 还有以及侵略战争 该怎么定性呢 或许有很多小朋友会认为 小小人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小小人就是那个绝对的恶 我们应当把目标都对准他 然后对他进行批判和消灭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本书对小小人的描述 是模糊而神秘的 他们最初是从下眼的 山羊嘴里面钻出来的 为什么村上要安排 在山羊的嘴里钻出来呢 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就是羊这个异象 第一次出现是在 《巡洋冒险记》中 在这本小说中 村上将羊塑造为 日本政府不顾一切 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 作为幕后的大boss 这头羊控制了 日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这里的羊有明显的 政治家的意味啊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动力来源于何处 《巡洋冒险记》没有给出答案 当我们追根溯源 会发现一无所有 而在一颗又八字中 安排小小人 从羊的嘴里面钻出来 正好回答了上面这个疑问 政治家或者说体制 并不是根本原因 根源或者仪器的出发点 都是小小人 小小人到底是什么呢 一颗又八字这本书中明确的说到了 他说被叫做小小人的存在 究竟是善是恶 我不知道 这在某种意义上 是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定义的事物 我们从远古时代开始 就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早在善恶之类还不存在的时候 早在人类的意识 还处于黎明期的时候 重要的是 不管他们是善是恶 是光明还是阴影 每当他们的力量肆虐 就一定会有补偿作用产生 村上春初在接受记者的财问中 也说过相似的话 他说一颗又八字的世界 换句话说 就是小小人从地下爬出来的世界 要说小小人是什么 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 如果朦胧地把它看作是来自原始世界 来自地下信实 或许更容易理解 未分善恶的时候 就是指人类文明之前的时代 村上深处借用原始社会 人们对馄饨状态的认识 虚构出小小人与反小小人 这两种不同的力量 而这两种力量是极具原始色彩的 这也就导致了村上在设定异象组织情节的时候 充满了原始意味 比如说天上的两个月亮 还有预知能力 空气涌 子体与母体 倾斗无性怀孕等等事情 中国上午神话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我们以感生为例吧 历史中就有蒋园履记而受孕 还有感农或者感舍而怀孕 印度神话中也有摩耶夫人梦剑 六牙白相生的释迦牟 还有新约中的玛利亚还是处女的时候就受圣神感召而怀孕等等 小小人是超越善恶标准的 村上这样做的目的 当然是不想把善恶的标准固定下来 因为固定下来会导致僵化也模式化 前面我也提到了 就是村上认为善与恶是相对的可以互换的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议题 只有开放性的议题才能够对抗各种体制封闭性思想 村上说 在奥姆那样封闭狭窍的足足中 束缚人们的是物语的恶的力量 它将人们拉往错误方向 小说家要做的是向人们提供广义上的物语 使之发生精神动摇 表明什么是错误的 我相信物语这种善的力量 我所以想写长篇小说 就是因为想扩大物语的外围 使其对更多的人产生作用 明确说来 我认为必须写出能够同缘教旨主义和地域主义相对抗的物语 广义上的物语 扩大物语的外围 就是上面所说的 不要明确或者固定善与恶的界限 宗教思想是明确善与恶的 这也就导致了思想的封闭 而村上自己的小说中 则将之变为了开放性议题 它打开了思维的回路 虽然这样的安排改变了 非善即恶 非恶即善的简单粗暴的二元论 让我们更深一步的理解了善与恶的关系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警惕 还是我前面所说 就是大善大恶大事大非是有一定的界限和标准的 如果没有很多议题将沦为诡辩 变得无法讨论 善与恶也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了 各种说法都有 我理解的其实也不深入 这里也欢迎各位大佬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就是在一科有八字这本小说中 村上迅速从家庭公司宗教三个维度 诠释了体制的封闭性 这种封闭性对人的影响是精神或者说思想层次的 其暴力性导致人受到了无可挽回的伤害 最终走向死亡与黑暗 青豆与天舞是觉醒者 他们不愿意自己的世界被封闭起来 于是逃离绝境 在孤独之中重塑自我 最终靠着温暖的记忆与爱找到了出口 完成了救赎 好了 以上这些内容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了 其实可以在这里结尾的 当然还有很多疑问我没有梳理解决 但这些问题其实跟本体的主题关联度不高 所以也不想多聊吧 最后我简单的再跟大家说一下 空气勇 毛城 还有天舞自己的少说吧 他们牵跳在EQ84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空气勇其实就是EQ84的前传了 他讲了小小人是如何出现的 如何通过制作空气勇来控制人类 他拥有的超自然力量等等 这个故事推动着EQ84故事情节的发展 对EQ84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 而猫城则是EQ84这个世界的化身 孤独中的主人公情节故事以及结局 你可以理解成天舞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困境 猫咪所在的小镇对应着小小人掌控的EQ84这个世界 天舞跟猫城中的主人公一样 是这个世界的异类 它们都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猫人们组织起来寻找它们的身影 危险也一步一步的逼近 也跟EQ84这本书中是一一对应的 猫城中说猫人们似乎因为人的气味极度兴奋 怒火中烧 它们个头很大 拥有蜂蜜的大爪子和尖锐的白牙 而且这座小镇是人类不可涉足的场所 如果被抓入 不知会受到怎样的对待 不过很难认为知道了它们的秘密 它们会让它安然无恙的离开 这也可以理解成 邪小人极其追随着急切的寻找天舞 它们不想让天舞离开这个世界 但天舞与积极战斗 富有攻击性的轻斗不同 天舞自己不是那种输出暴力 摧毁机油体制的那种类型的人 它在逃离家庭 重塑自己的过程中 曾求助于自己的老师 也曾沉浸在于年长 拥有安稳的二人世界中 因此它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行动 总有一定的限度 靠它自己的力量 是根本没法逃离猫城 或者说是EQ84这个世界的 猫城最后说 它明白它丧失了自己 它终于醒悟了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猫城 这里是它注定该消失的地方 是为它准备的 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地方 对应到EQ84中的世界 天舞觉得自己是没办法逃离 这个拥有着小小人存在的世界的 事实也是如此 最终它还是靠着青豆 在青豆的代理下 它才逃离了这个世界的 第三个故事 天舞自己所写的小说 天舞所写的小说 是有两个月亮的世界 因此有一种解读就是说 青豆的故事 其实是天舞所写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猫城中的主人公的结局 也就是现实中 天舞的真正命运了 在现实中 它根本没有与青豆相遇 没有逃离 逃离人所在的世界 一切都是自己的美好幻想 一切都只在它的小说中发生 这种看法 当然是无比残酷的 但却也无比真实 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 没有那么多奇迹 没有那么多神话可说 事中有这么一段 是这么说的 假如你待在1984年 肯定不必被迫 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同时你大概也无法知道 天舞军始终在思念你 别的先不管 正因为你被带到了 1984年 才可能知道了这个事实 你们的心在某种意义上 被连接在了一起 在1984年 你和天舞军走的路 都没有交叉的可能 也就是说 在真实的1984年 天舞与青豆 根本没有相遇的可能 只有在虚构的1984年 他们因为小小人 才被连接在了一起 当然以上这些观点 也都是一种猜测了 但这个猜测 并不影响整本小说 所传达的主题 还有最后一点 需要强调的就是 大家不要将 小小人所在的世界 只是看作小说家 虚构的平行的世界 认为它离现实很远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遇到 其实1984年 所在的世界 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身边早已存在着 这活生中的恐怖现实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地下二种所描写的 奥姆真理教 成员眼中的世界 他们对世俗的一切 有一种虚幻感 在他们眼中 宗教组织内的生活 才是真正有价值 有意义 它是真实的可信的 即使它与我们 生活在同一片天界 他们体验与认识的世界 与我们所认为的世界 完全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 相隔十万八千里 但他们也切切实实的 存在于我们身边 或许我们身处的 正是这样一个 拥有两个月亮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 所在世界的真实模样 好了 终于结束了 累死我了 这可能是我 有史以来 最长最长的视频了 做视频不易 分享不易 如果这期视频 对大家有所帮助 记得一键三连 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接着 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 打赞 打赞